在大家的认知都还停留在变种病毒Delta的时候 新的变种病毒又出现了 这个病毒叫做Omicron 从以往对新冠病毒变种的名字命名上面 我们就已经知道了 变种病毒是按照希腊字母的顺序来的 第一个变种就叫Alpha 第二个就叫Beta 一直到广为人知的变种病毒Delta 还有一些很多人其实并不太知道的变种病毒 也都通通的按照希腊字母的顺序命名 比如像是Lambda跟Mu 但是这一次的名字呢 是排在第15位的字母Omicron 排在它前面的13 14两个字母 被直接跳过跳到了第15个 那被跳过的两个字母分别是Nu和C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世卫组织的发言人解释道 为什么要跳过这两个字母呢 原因是Nu这个字母的发音 太像英文中的Nu新的 这样呢不太适合做名字 因为太容易被人误解了 那么C这个字母为什么跳过呢 因为这是一个很常见的姓氏啊 啊这个姓很常见吗 Google上面查询一下 习中文姓氏 全国人口姓氏排名中还没有近前400名 中国大陆近年统计 姓习的人口约为81万 在14亿人口中 有81万的人的姓氏 到底是有多常见 毕竟我长这么大 也只认识一个人姓习 连给病毒请名字都要这么政治化 怕得罪人 你说这一场新冠肺炎跟政治无关 谁信呢 信息的我长这么大只认识一个 指甲油我长这么大 我也只用过一种完全使用Tunfrey材质的 那就是NiG Nels 我用来对他们家的偏光色非常着迷 因为闪亮亮的 手指要左转右转 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偏光色 真的太好看了 但是最近我也发现 素色的指甲油也超级好看的 马卡龙色的指甲油带来超级清新亮丽的感觉 越看越喜欢 不要再等待了 就在一年中最温馨的节日气氛里 买几瓶指甲油 犒劳辛苦一年的自己 送给辛苦的妈妈和婆婆 这是最棒的限责 赶快登陆网站NiGLA.com 来挑选你最喜欢的颜色 感恩节过了 圣诞节也即将来临 NiGNels也准备了节日礼盒 省去了你费心费脑的同时 直接享有最棒的节日礼物 在结账的时候 输入折扣码AINews时 就能够享有九折的优惠 其实病毒炒久了也就没什么意思了 在形势慢慢好转的时候 按照左派的惯例 一定就得来点新鲜的 只要持续不断的变种 就能够一直维持新冠肺炎 对民众的惊吓程度 竟能够一直让人有理由 不断的打疫苗 而拜登此时也做了一个 啪啪打脸的决定 当年他曾经极度的反对 川普的旅行禁令 说他旅行禁令的这种行为 是在仇恨外国人 但是拜登政府在上周五宣布 由于担心新的冠状病毒变种爆发 美国开始对南部非洲 八个国家实施旅游禁令 已经于周一生效了 被实施禁令的八个国家是 南非 波斯瓦那 金巴布韦 纳米比亚 莱索托 埃斯瓦地尼 莫桑比克 和马拉维 当年拜登自己说的话 怎么就全忘了呢 没关系 我们现在今天就一起来看看 当年他针对旅游禁令的事情 他是怎么收成 我们会继续 帮助于科学 医院的医院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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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都是川普的错了 同样的事情 只要拜登做就是明智之举 就是担心国家人民的安危 川普做就是仇外 拜登从刚才的影片里面也说 我们都得听科学的 现在是左派搞的 科学变成了一个至高无上 不可否认的权柄 只要说这个是科学 大家就全部都要服从 不服从你就是反科学 那科学到底是啥呢 科学是用人的有限 去了解上帝无限的一种途径吗 肯定不是 左派清楚的解答了这个问题 科学是一个人 咱们还都认识 他的名字叫做福吉 人员看了这个 仔细的观众 解释 有一个尽量的 兴趣 有一个尽量 对这个 所以如果他们站起来 和判断 科学 没有人会知道 什么他们说 如果他们真的会用他们的槽子 人们会认为 有一个人,有一个人,有一个人 人们可以认识他们 所以它是很容易的 但他们真的会认识 因为我认识科技 它是危险的 我认识的比较危险的比较严重 我不会在这里一直在这里 这段话有没有听起来太耳熟了 他不超圣经能怎么样 在短短不到一分钟的视频里面 他把耶稣来到世界的目的 圣父与圣子的关系 人见了神却不认识神 耶稣在升天以前的叮嘱表演 的淋漓尽致 如果我们把他说的话 给套成圣经的语言 跟耶稣讲的话来对比一下 你猜猜他到底在说什么 他认识神却不认识 你这是在玩火呀 原来他以为自己是耶稣啊 原来现在制定所有美国人健康标准的 是一个假冒伪善装神弄鬼的邪教骗子呀 这个骗子不仅完全没有办法回答 为什么打了疫苗之后还会被感染 为什么打了疫苗之后会引起血栓 瘫痪以及死亡 他也没有办法回答 这个假神不仅没法救人 反倒害人失去生命 家破人亡 他只知道他要完成任务 就是在现在这个时候 积极的推广疫苗 让更多的人离不开疫苗 就像追iPhone一样 出一针打一针 这个新型的病毒变种到现在为止 没有任何的实际情况 以及理论支撑 这个是一个危险的变种 反而在出现的情况下都是传染性强 但是全部都是轻症病例 在左派的眼中 不管这个病毒厉害不厉害 疫苗都是必须要打的 尽管我们现在对这个病毒一无所知 现在的疫苗也可能根本就防御不了这个病毒 但是别废话 赶紧打疫苗 全打完的你就去打加强针 我虽然不知道有用没用 但是你打就对了 疫苗不能保护你不感染 疫苗也不能防止你把病毒传染给别人 那为什么还要一直逼着所有人去打疫苗呢 在左派的眼里 事实是啥 我不听我不听 不管疫苗有用没用 你不打就是害死别人 可是疫苗不能防止传染呢 我不管我不管 琼瑶剧一直都在左派跟右派的对话中 无限次的上演 NBC的主持人Chunk Toad 在节目中采访了密西西比州长Tate Rift Tate Rift是坚定的反堕胎的州长 一直都在为禁止15周后的堕胎法努力 在NBC的节目中 主持人告诉他 打疫苗是支持生命 堕胎是剥夺女性的权利 你怎么能够说 打疫苗是妨碍个人自由 堕胎是保护生命呢 通过护生命的权利 我需要的订阅 ファシーコットドキュー ファシーコットドキュー ファシーWICHイルは HELLOWIER コットドキュー 他のルーズに VACして 効率を ファシーに アジン ファシー ディア デルタ ファシ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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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ディア サービス 在日本人的病毒中, 是在疫情期間, 但是在疫情期間, 如果 мы говорим, 在疫情期間, 如果我們在疫情期間 病毒, 因為疫情期間, 在疫情期間上, 我把病毒中的病毒中, 在2020年, 我們有800,000 美國人活過 病毒中, 因為疫情期間, 这个一直都是左派跟保守派争执不下的问题 不管事情讲得有多清楚 他们还是会一次一次的坚持同样的论点来狡辩 左派在做好人做好事的路上渐行渐远 而教师工会也基本上完全的被左派占领 他们要把他们的思想理念传达给下一代 不管是不是他们的孩子 但是只要接受了他们的理念 这些孩子就会成为左派未来的希望 他们不仅分不清什么是爱 什么是个人权益 他们就连更基本的男女都分不清 在推特上有一个名叫Nello的老师 发布了一条推文 推文上是这么说的 我的学生都叫我Nello教授 因为我不喜欢在教室里被人称作女士或者是先生 我是一名一年级的老师 教所有的科目 但是我最喜欢的就是学生问我 关于我性别混乱方面的问题 啊 他最喜欢的不是学生从他那里学到了知识 也不是他参与到了每一个可爱的小孩子成长经历当中 而是他最喜欢小孩问他性取向的问题 六七岁的小孩哪懂得什么叫性别混乱 如果老师不教 他们会知道吗 一定是老师先告诉小孩说 哦世界上就是有的人是这样的 有的人就是一会是男人一会是女人 有的人他就是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 有的人他就是又是男人又是女人 或者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自己的性别是什么 他一定是这样告诉了小孩 所以小孩因为好奇才开始继续提问 被他这样一教之后 有多少孩子会认为变性是正常的 同性是正常的 不知道自己性别是正常的 他在灌输的是反科学病态的 脱离实际观念的给朦胧的小孩 一个不知道自己是男是女的人 不应该来到学校里 他应该最要紧的是先去找医生 积极的治疗他心理精神方面的疾病 而不是在学校里面告诉一群六岁七岁的小孩 世界上就是有这样一群人 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 一会是同性恋 一会不是同性恋 把病态当做常态 把愚蠢当做是真理 我也不知道教小学一年级的老师 可以被叫做教授吗 教授是通常在研究领域内的专家 或者是最高级别的教师 才叫教授吧 我上大学时的老师都没有人叫教授了 一直到了研究生的时候 我们才会管老师叫做教授 但是我认为教授应该 并不是指小学一年级的老师 那这样的病态来自于左派所谓的自由 强制打针是左派对你的爱 他们的谎言不仅仅会害了无知的人 更会害了我们的下一代 人都有追求神的心 如果还没有找见真神 那么很可能就会被福奇博士那种 满口谎言的假神欺骗 罗马书一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告诉我们说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 原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勇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其实我们都在追求神 其实我们都知道有神 无论你现在是无神论还是有神论 但是每个人在心中是真的想要追求真理 所以罗马书这里告诉我们说 神已经把他自己非常明显的显明给我们 所以其实每个人是真真正正知道有神这回事 神借着这些被造之物就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跟借口去推脱 说我不知道有神呢 左派是非常清楚有神的 他们也非常清楚神在人心中的地位 所以他们才开始造神 因为他们知道人是可慕真理的 是可慕神对我们讲话的 我们只有找到真神才能够摆脱假神 才能够凭着神的话摆脱虚假的谎言 得到神的真理和永生 因为假神的结局就是死路一条 约神祝福收看节目的您 让我们在末后的时代一起来呼喊真理 只等到见课念的那一天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弗莉莎 我们下次再见